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父上帝 我父上帝是唯一的 唯一的耶和华 我父上帝在这凌晨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改变命运 求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子子孙孙 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领受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做爱国者 我父上帝在这世上 我们人类追求和平 而唯独靠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得到这和平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们 使我们每个人都做基督的仆人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无论如何是能行的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看顾一下我的身边 谁没有来参加成羹礼拜呢 我内心属魔鬼的时候 给自己找借口找理由 甚至不愿意来到教会 不爱来到主面前献礼拜 来献礼拜是多么好的呀 因为是有全能者上帝 唯一的耶和华上帝帮我呀 是唯一的 是仅有的一位 那么什么是假的教会呢 没有耶和华 不认识耶和华 那就是假的教会呀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认识主 使我们认识耶和华 那么不足的普通我平牧师 有时候责备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那么在这时间上帝的话语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多么是一章三十二节 犯罪的代价就是死亡 那么上帝的话语是实话 是真理 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答案了 这多么感恩感谢呀 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四节 很多人在临终林去世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的凄惨呢 我们在医院经常能看到 一个人并躺在床上 有些人这辈子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临终林去世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的痛苦那么凄惨 那么甚至有些人 这辈子做教师教导别人 而自己临终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的凄惨呢 我们有时候光顾着 自己眼前的困境了 可能都意识不到自己的死亡 这死亡并不遥远的 我们眼前就有死亡啊 很多哲学家说 死亡就在我的眼前 那么生命纪三十章十五节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眼前有福和祸 眼前有生命和死亡 上帝是要让我们醒悟过来 而我们始终不醒悟的话 就如同灭亡的处了一般 这时间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上帝帮助我呀 那不足的普通 我屏幕是劝勉大家 我自己不足的地方 我需要改正的地方 写下来 至少写下五千句以上 那么 每一个缺点 每个不足 都要靠着上帝的话语得到医治 那这就是 上帝的话语就是我的粮食啊 真言十四章三十四节 唯独成了一人才能做爱国者呀 那么我们身患重病的时候 我连累到身边的人 也做不到爱国啊 我不好的要改正 靠自己是改不了的 我们身患重病了 就去找医院 我们找医院要打针要吃药 想进各种各样的方式 吃药打针 希望自己的病能得到医治 而这疾病 怎么就有了这疾病呢 因为我自己的罪恶 因为我犯罪导致我有了这疾病 因为我祖宗犯罪得罪上帝 导致我有了这疾病 诗篇一百零三篇三节呀 听责备的时候 能明白过来自己错了 真心的悔改归向上帝 这是一条活路 而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听责备就不乐意 不爱听 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身患重病了 儿女却不尽孝 反而嫌弃老人 赶出老人 赶出家门呢 有时候朴牧师去公园 那么在那公园 有很多老奶奶老爷爷聚在一起 那我朴牧师跟某一个执事区那家公园 给那些老奶奶老爷爷买了一杯饮料 那么那些老年人也愿意喝这样的免费的饮料 那朴牧师就问他们 您的儿女们还好吗 那时候老年人就很愤怒地回答 哎呀 儿女真不值得信啊 儿女真不是值得依靠的 那么那些老年人 聚在公园里 他们就叹息 甚至责怪自己的儿女 他们都觉得有钱的时候 儿女 儿女好像很尽孝心 但是等 等自己没钱了 孩子也不理会自己了 那 越是年老了 老年人要好好吃饭 一天三顿饭都不能含糊啊 但是那些老年人 为什么不待在家里出门呢 因为在家里 儿媳不喜欢他 甚至骂他 甚至给他眼色看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谁敢保证 我的人生也不会 我的人生绝不会像这老年人 这个样子呢 甚至为什么很多老年人 还要自杀呀 全能者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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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看这一切 全能者上帝 能帮助我 全能者上帝 能使一个不孝的孩子 变成尽孝心的孩子 靠人的力量做不到的 全能者上帝 全都能做到 所以这是多么好的恩典 这是多么好的恩赐啊 而我心里不感恩不感谢的话 那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们找一下诗篇 五诗篇二十三节 诗篇五诗篇二十三节 我内心没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能去天国吗 我们大部分时间抱怨 背地里议论 说别人坏话 不愿意服侍上帝 不愿意相信上帝 而还在抱怨 哎呀 我家的孩子 怎么这么不孝啊 却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哎呀 我都已经脱离了基督 我都没有属于基督了 大家知道 我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我已经属于癫狂的状态 已经祸害儿女了 那我意识到这一点了 我就把这一个 把自己这个不足的地方 记下来 我们出生在这世上 是上帝给了我生命 上帝给了我这新的生命 为的是让我做人 而我们不能始终不醒悟 而我们却不听上帝的话语 那么再说到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承认我是罪人 向上帝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 做真实的为人啊 那么据说在釜山 在釜山参加竞选 然后这是个好的事情 选上了 然后呢 要去首尔报道 结果在那路上途中 就交通 遇到交通事故 死亡了 恶人的心圣 恶人的心圣 不要羡慕 也不要起义 跟这样的人亲近啊 真言二十四章一节 那我朴牧师 听了这样的消息 我就替他认罪悔改 我们听了这样的消息呢 我们总觉得 我们总是去羡慕别人的好 光羡慕了 也不为他祷告 这并不是爱人如己啊 这个人现在看似很好 但是不真心的悔改的话 或许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跟着 所以我们代替他认罪悔改 这才是真实的爱人如己啊 真言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我替别人祷告 我为别的灵魂祷告 如果韩国的教会 都相互为周围的人祷告 那这个国家该多么的美好呢 而为什么韩国的教会分党结派 甚至纷争争吵 相互排斥呢 我们的一举动 我们的行为举止 并没有符合上帝的心意啊 大家知道 是谁害了我的儿女啊 是谁害死我的儿女呢 不怪别人 是我的罪恶呀 马太分十章三十六节 为什么说自家人是仇敌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上帝又告诉我们 儿女是上帝给我的产业 那有些人说 哎呀 这是不是就矛盾了呢 并不矛盾的 我一心爱上帝 敬为上帝的时候 这儿女正是给我的产业 而我不敬为上帝 我不爱上帝的时候 家人就像仇敌一样 关系不和睦啊 关系不和睦为的是 让我通过这个现状 能够行杀自己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啊 我们不属于极堆的时候 都是邪恶的 甚至是癫狂的 传道书九章三节 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经看人的外表 哎我们说这个人是牧师 这个人是长老 哎这个人是权势 而我们却意识不到 我的内心是不是属于基督的 我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光有华丽的外表 但内心已经是属于癫狂的 是属于邪恶 彼得先是三章十六节 那么我们至少要悔改 悔改五千句以上的经文啊 那不足的普通我平牧师 经常跟大家劝勉 我们要靠上帝的话语 不是靠我平牧师 给大家讲什么 我们要认识的是上帝的话语啊 我平牧师讲道 从来不带着讲纲吧 我不懂才会写讲道的讲义 我们离开了基督 就是灾难和咒诅啊 我的想法 我的理念 我的理由 我的理论 那都不属于基督的 而我们总是跟随自己的想法和理论 我们内心邪恶 属于魔鬼的时候 不爱来教会 也不爱侍奉 也不爱服侍 菲利比书三章三节 有些人说 哎呀 我为什么不愿意打扫卫生呢 我为什么不愿意来教会 打扫携手间的卫生呢 却意识不到 我内心 是不是已经离开了基督啊 叫上帝承认吧 求上帝帮助 在这时间 上帝是帮助我的 而且上帝要把最好的都给我 是绰绰有余的 这么好的 我们却不愿领受 始终跟随自己的想法和理论 始终把自己推向基督外边 反而害了儿女 害了自己啊 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 信主耶稣了之后呢 又不信了 离开了基督 这时候呢 比不信的人坏八倍呀 彼得后书二章 大家可以读一下 如果背叛基督 离开基督 还不如不要出生在这世上 有些人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就随着悔改了 结果呢 又背叛了 不再认罪悔改 不承认主耶稣基督了 那这种背叛的结局 是非常非常凄惨的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马太福音十五章十四节 如果站在眼前的牧师是假牧师的话 就带着信徒都要去地狱了 所以我平牧师在这里 只讲实话 只全讲上帝的话语 那么大家也知道 主耶稣来到这世上 医治了很多疾病 而且当时有很多门徒跟随耶稣 耶稣使贪子站起来 而当时 耶稣只留下了十二个门徒 其余的都离他而去了 那么 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耶稣 而我内心有耶稣居住的 这才是信心啊 我们内心服侍耶稣 做耶稣的门徒啊 我们要做耶稣的门徒 不仅是自己的生命得救赎 是儿女得救赎啊 所以在这时间 我们来敬拜上帝 来向主认罪悔改 这是多么多么宝贵的呀 我们找一下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我们要祷告主 我们要感恩感谢 耶稣米说十一章十节 背叛的人 背叛的人都不要为他祷告啊 我的疾病得到了医治了 我的疾病得到了医治 我从死亡得救赎了 而我们还背叛主 背叛基督嘛 再说的各位弟兄姊们 如果我们教会有背地里议论的 爱说别人坏话的 那这时候呢 我屏幕是不能看着不管 要狠狠地责备 要狠狠地责备的 居士要真心相劝呀 以真心诚实的话 来真心劝勉 西伯来书三章十三节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一节 上帝知道所有的一切 上帝查看这一切呀 据说在韩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要排世界第一的 比起战争年代 比起战争年代死亡人数还要多呀 那么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中 我们还不醒悟啊 这真的是太痛心了 在这凌晨 我们向上帝承认我是罪人 我们向主承认我的罪过 获得上帝的帮助吧 真切的志愿大家领受上帝的帮助 我们呼喊安门 我们要执迷不悟到什么时候呢 民书记十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我们的想法总是阻碍我们 我们内心各种各样的想法 总是阻碍我们认识上帝 因为我的想法都是邪恶的 我的想法都是属魔鬼的 我们竟要靠着自己的想法和理论生活 结果肯定是失败的 怎么能成功呢 我的想法怎么能支配我 我的想法怎么能给我做主呢 有些人说 这十年以来安然无恙 表面看似安然无恙 但是这十年之间 一直积攒的是灾难的话 这灾难 终有一天爆发的时候 那多凄惨啊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省察自己 醒悟吧 上帝宽容我们 上帝实行慈爱宽容我们 为的是让我们悔改 为的是给我们机会悔改 归向上帝 彼得后书二章九节呀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的儿女现在还没有结婚 那大家的儿女很多事情不顺利 那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无论什么事情是由上帝做主的 不是靠我们自己 我们呼唤阿们 我们要 我们要求上帝引导我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引导 那什么是最好的呀 那什么是最好的呢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上帝的引导呢 上帝是赐给我们平安的 上帝是赐给我们喜乐的 我们流泪祷告 痛哭流泪哀嚎祷告 痛悔的心 上帝并不轻看的 大家知道 有上帝保护我们的时候 有上帝保护我们的时候 就能让我 就能让我得救啊 我朴牧师曾经 也有过很多次的坎坷 真的是死亡的边缘 而上帝保护我 救赎了我 那么我们每天 要得到上帝的引导 要得到上帝的保护 全能者上帝 告诉我们 无论是谁 无论在哪 无论是什么的环境 我们都能行 都能领受这上帝的话语 都能领受这上帝的爱 这是多么多么感恩 感谢的呢 我们要去天国呀 我们要求的是天国 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 那么 分党结派的话 怎么能属于天国呢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奥秘 就是基督啊 哥罗西书二章二节 我们认识了基督 通过主耶稣基督 使我们领受着上帝的话语 以赴索书二章 十一到十二节 因为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 我们才能与上帝和好 所以我们要认识 主耶稣基督 这是上帝的奥秘 那么很多人 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甚至也不承认 主耶稣基督 自己以为自己的信仰很好 却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呀 我们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真的是最可怜的 真的都是癫狂的状态呀 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都是可怜的 是癫狂的 唯独在基督里是善良的 我平牧师曾经也是 以世上的价值观 看待这一切 就比如说有一个朋友 他从别人那里抢一个亿 然后呢 把这个一个亿呢 又分给他几个下边的下属 我们就是这个人真好 这怎么能是好人呢 这怎么是行善呢 从别人那里抢来的钱 我再把这个钱分给我下边的人 这不叫好人吧 这不叫善良吧 现在韩国的交通人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一直在增加 就是跟当年战争死亡人数 增加一样 在这样的现状中 我们还不醒悟吗 我们人始终不醒悟 不悔改的话 就如同灭亡的处类一般呀 十篇四十九篇二十节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要得到上帝的引导啊 有个信徒 不来教会服侍 不来教会师父 讲话 一直讲谎言 我朋友是去责备他了 听了责备 要懂得感恩感谢呀 真言八上九节 因为这责备的言语 这上帝的话语 是拯救我生命的 而我们呢 我们却爱悲地里议论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经 我们内心 如果良心死去了 良心死去了 就在黑暗的一片 自己犯罪也意识不到 自己处于黑暗也意识不到 内心被邪恶魔鬼支配的时候呢 不明白自己的灵力的状态 是什么样子 那么 发现自己的儿女出问题了 就责备别人 甚至责怪别人 推卸责任 甚至什么都抱怨 抱怨国家 抱怨政治 上帝最不喜悦的就是抱怨 抱怨的人都会死去的 格林多前书十章十节 上帝会让抱怨的人死去 我们要去天国 我们求的是天国的福 诗篇五诗篇二十三节 我们要感恩感谢 无论什么情况 无论什么处形 都要感恩感谢 而我内心没有感恩感谢的时候呢 我们听上帝的话语 内心听着扎心了 我们就爱赌 甚至不乐意 不足的普通 我平牧师 有时候参加复兴会的时候呢 就看见有些信徒呢 不愿意站前 不愿意坐在前边 都坐在后边 那么 复兴会的时间 讲道时间久了 听了上帝的话语 听着扎心 悔改了 内心平安了 就来前排坐着 诗篇五诗篇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诗篇五诗篇二十三节 上帝最爱我 上帝能改变我的生命 而我们为什么却始终不听上帝的话语呢 诗篇五诗篇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 凡以感谢献上为记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到我的救恩 阿们 上帝要求我们的是很容易的 凡以感谢献上为记的 便是荣耀我 那么感恩感谢的时候 都是喜乐的 我内心喜乐平安的时候 才会感恩感谢呀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上帝很容易的 把一切告诉我们 感谢吧 以感谢献礼拜吧 以感恩感谢的心 献礼拜吧 而我内心 我内心被魔鬼支配的时候 我内心被邪恶支配的时候 就不感谢 也没有感恩 不开心 不喜乐啊 因为内心总是被魔鬼支配 内心总是听魔鬼的声音 所以呢 不顺服主耶稣基督 那时候真的是最可怜的 身患了重病 也不醒悟啊 儿女遇到困难了 也不醒悟啊 始终给自己找借口 找理由 甚至抱怨嘛 犹大书一章十九节 没有获得圣灵 不属于圣灵的时候 不属于圣灵的时候 被魔鬼支配 被邪恶支配 那真的是最可怜的 我听到了什么样的消息 我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 当做我的镜子来领受吧 格林多前书十章六节 我听到一些不好的消息了 我就当成我的镜子 通过这个消息 通过眼前的事情 警察自己 向上帝认罪悔改啊 有时候我们看新闻 看到一些很不好的消息 我们就会评论别人 说别人 数落别人 上帝的旨意 并不是让我们去评论 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 通过周围发生的事情 引以为见解 当成我的镜子 学会照镜子 通过眼前的事情 能够承认自己的罪 向上帝认罪悔改 归向上帝啊 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师 跟大家告白 我真的是最坏的人 我没有给身边的人 带来益处 我昨天一晚上 祷告的就是这那种 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师 做事情 不是靠自己 我不能做我的主人呀 祷告的时候 主引导我 主做我的主人 有主引导我 主做我的主人的时候 什么都是顺利的 而我凭着自己 靠自己 自己自我主张的时候呢 自己做主张 自己做主人的时候 看似很顺利的事情 最终是失败的 一切都是失败的 我失败了 也会连累我的儿女 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好 儿女也好 我们都希望做爱国者 我们都希望 把这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传给身边的人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天国 我的灵魂要得救赎啊 诗篇五诗篇二十三节 我来读一下 一二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阿们 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 无论在什么事情上 我们都要荣耀上帝 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上帝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都是以感恩感谢的心来到教会 我们来教会献礼拜的时候 都是要以感恩感谢的心献礼拜呀 我内心没有感恩感谢的话 我内心 就没有信心 又离开了信心呀 西伯来书三章十三节 我们要真心地以诚实的话 以爱心诚实 真心劝勉 讲实话 我们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 总是不愿意离弃自己的罪过 不足的普通牧牧师 经常狠狠地责备大家 讲实话 真心劝勉 因为我们要去天国呀 我们不仅要得救 我们的儿女要得救 我们身边的灵魂要得救 我们要做爱国者 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而且并不是光摆摆样子 光说话 是行为上正直 行为上诚实 按正路而行的 那么面对上帝的话 我们都要呼喊阿门 因为上帝的话语都要顺从 是遵行的 遵行上帝的话语 顺从上帝的话语呀 格林多侯说 一章二十节 在主耶稣基督里 上帝的允许全是是的 所以我们呼喊阿门 呼喊阿门为的是荣耀上帝 呼喊阿门是承认上帝 呼喊阿门是承认主耶稣基督的 主耶稣上帝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啊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呼喊阿门 承认上帝 呼喊阿门 荣耀上帝 在医院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患者 我们要以感谢献上帝纪呀 那么 我们的良心 我有没有保守住我的内心 我有没有存无愧的良心呢 如果我的良心没了 那信心很容易也就跌倒啊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 我内心离开了信心 就听魔鬼的话 如果我内心没有无愧的良心 没有守住这信心的话 就很容易被魔鬼诱惑 听魔鬼的话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呀 为什么很多人去听假的讲道呢 撒摩尔记上二章五节 耶和华能让我活 耶和华也能让我死 而我们多么的轻视耶和华的话语 我们如此的藐视 轻视上帝的话语 藐视上帝话语的就是死路啊 真言十三章十三节呀 西方亚说三章五节 每个凌晨上帝实行公义的审判 那这凌晨我们来到主面前了 我们还很轻视上帝的话语 还很藐视上帝的作为吗 为什么很多儿女先丧命呢 因为做父母都犯罪了 这罪恶加重在儿女身上 导致儿女先死去 我们以感恩感谢献祭 是行为上要有感恩感谢 行为上遵行顺从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要常常感恩感谢 行行感恩啊 那感恩感谢的时候 肯定不会有抱怨 感恩感谢的时候 肯定不会有借口找理由的 而且感恩感谢的时候 自然就服侍了 献出生命服侍 打扫卫生啊 来侍奉啊 服侍啊 因为感恩感谢 正是上帝的旨意啊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赦免我的罪恶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灵魂得救赎 这是多么多么庞大的奥秘 是感恩感谢的 上帝医治了我的疾病 我怎么能不感谢呢 上帝医治了我的疾病 我更要为上帝而活 服侍上帝 顺服上帝的话语啊 民书记十四章三十三节 而父母犯罪 把罪恶加重在儿女身上的时候 就祸害了儿女 导致儿女也不尽相 为什么很多人来教会 不愿意侍奉 不服侍呢 我们属于圣灵的时候 靠圣灵而活 为圣灵而活的时候 是服侍上帝 服侍教会的 我们做什么事情 无论是大事小事 能当成是我的事情 来真心地做 诚实地做 这时候这个人也能成功 而有时候我们上班 为的是 我们很多时候上班 就像每天混日子一样 就为了挣那个工资 为了拿工资混日子 这怎么能好啊 我们上班工作 当成我的事情来做 当成我的事情 来看待一切 上班时间提前一个小时 下班时间 推迟一个小时 为的是表忠心 而且是 把单位的事情 当成是属于我自己的事情啊 我们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 无论什么事情 都是我的事情 都是我的处境 我都要去看顾我 那么 有时候 我们并没有 当成自己的事情 来做好每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没有承认主耶稣基督 赦免我的罪恶 没有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美国有个信徒 跟我讲 他创业了 做生意了 就发现 这生意做不好 很不顺利 我朴牧师就狠狠地责备他 曾经你上班的时候 并没有把单位的工作 当成自己的处境 真心地对待 并没有诚实地做好 那些事情 导致你现在 亲手做事的时候 做什么事情都 不顺利 那不足的普通 我朴牧师经常责备信徒们 就比如说下雨了 下雨了 我们祈祷员 下雨了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也要去看顾一下 而作为教会的传道师 为什么也不看顾教会呢 我朴牧师就责备了他 上帝是让我们以感谢 献上 以感谢 以感谢 献上为祭 我们内心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能医治一切的疾病的 我们感恩感谢的时候 能领受这圣灵的 感恩感谢的人 能去天国 所以在这时间 我们真切地能认识 我是罪人了 我们如果认识到 我是个罪人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这个罪人 有得救的希望 甚至能得生命 这是多么庞大的感恩感谢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呀 我们一起找下愿意书 约翰三书 二节 约翰三书二节 不足的普通 我平牧师 经常责备信徒 甚至责备的时候 说你这猪狗不如的呀 你这灭亡的处了呀 其实这是感恩感谢的 听了这样的责备 觉得不好听 或者是觉得很不乐意了 说明我内心太邪恶 说明我内心太弯曲了 一妈妈爱我 妈妈会说 这孩子太不像话了 你要被挨打一次 这多好啊 因为妈妈爱我 才会管教我呀 而我们呢 爱听好听的话 不爱听真话 讨人欢心的话 那就是异端的讲道 上帝的话语是爱 上帝的话语 是拯救我生命的 上帝的话语 能让我归正 上帝的话语 使我洁净了 天母带后书三章十六节 上帝的话语 使我领受一切的教训呀 所以我们要属于 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朴牧师 责备大家 并不是难听的 是讲实话了 而讲实话 大家反而不爱听 我不爱听实话的时候 首先来警察自己 因为我内心弯曲呀 上帝是爱 所以只讲实话 正言二十一章六节 我们赚了点钱 就要找死吗 为什么在这世上 很多人终于有了钱 结果呢 没过多久 这人的命就没了 一个家庭 好端端的 妻子先死去 或者丈夫先死去 我们要沦落到 这样的灾难咒诅 才肯醒悟过来吗 那么做父母的 我们还不认罪 还不悔改 还不知羞耻吗 非要吞吃儿女 儿女先死亡了 才肯醒悟吗 感恩感谢吧 无论什么处境 无论什么情况 我们都要感恩感谢 为什么感恩感谢 因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生命得救赎 难道不感恩不感谢吗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承认自己是罪人 向上帝认罪悔改 我的罪得到饶恕 难道这不感恩不感谢吗 我们都 我们都犯了 该死的罪 我们都是当死的 而主耶稣基督 为了我 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为的是给我机会 使我的生命得救赎 给我悔改的机会 这是多么感恩感谢的 有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因有了主耶稣基督 我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来到上帝面前 向上帝认罪悔改 难道这不感恩不感谢吗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遇到这样的困难了 怎么能感谢呀 我眼前有这么可恨的人 怎么能感谢呀 默想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吧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就是这段悔改 这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上帝使我的心明白过来 上帝能让我醒悟过来 上帝能让我明白过来的 遇到困难了 无论什么样的遭遇 无论什么的情况 感谢吧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上帝使我醒悟过来 上帝使我明白过来 当我明白了这主耶稣基督的爱 当我领悟了这主耶稣基督的爱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很多人说哎呀 我现在需要的是钱财 我现在缺的是钱财 那么就求钱财 很多人为什么有了钱就丧命了呢 很多人中了彩票 结果就死了 上帝最了解我 上帝是 上帝是要 上帝是最爱我的 上帝的旨意是拯救一个灵魂 希望我的灵魂得救赎啊 约翰三书二节 我们来读一下 我的灵魂得救赎 这才是 最关键 也是最值得 是最好的 所以这多么感恩感谢呀 我的灵魂得救赎的时候 疾病也都得到医治了 约翰三书二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二 亲爱的兄弟呀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阿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读了圣经话语 我们会发现 哎呀 我真的心里一丝感恩感谢都没有啊 哎呀 我内心怎么一丝感恩感谢都没有呢 我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承认我是罪人 向上帝人最悔改吧 做四阶段悔改吧 上帝 给我这知识 上帝使我醒悟 使我明白过来呀 我的灵魂得救赎了 这时候在这世上 一切都是亨通的 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我们要把好的祝福留给儿女呀 我的灵魂新盛 这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把这好的祝福留给后孙 留给儿女呀 所以遇到困难了吗 赶紧醒悟过来吧 我的儿女遇到困难了 我就抱怨了 所以向上帝承认 主啊 我又抱怨了 遇到困难 我没有感谢 反而抱怨了 求主饶恕我的罪 只要无论在 无论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只要我们能认识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只要能承认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赦免我的罪恶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向上帝认罪悔改的时候 眼前所有的困境 都是值得感恩感谢的呀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呀 我内心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我的心灵复苏了 我的心灵得到医治了 也能获得健康 疾病得到医治 感恩感谢的时候 使我得救赎 感恩感谢的时候 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感恩感谢呢 认罪悔改了 才有感恩感谢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了四季段悔改 才有感恩感谢呀 我遇到什么问题了 是经济上的困难吗 我太贫穷了 或者说 儿女很多事情不顺利 夫妻关系不合蒙 甚至说 我现在很多事情都特别的沮丧 特别不好 或者说 我周围的人 我周围都是什么样的人 亲近我 靠近我呢 那最近我听到的消息 听到的新闻是什么样呢 我通过周围发生的一切 来认识自己 来检查自己吧 我遭苍蝇 是因为我臭了 我发臭 我才会遭苍蝇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呀 一定是一类人聚在一起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的一举一动 全暴露出我是什么样子的 我不感恩不感谢 没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只会败坏眼前的情况 所以趁早的感恩感谢吧 无论什么情况 无论什么处形 感谢感恩 承认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因为上帝爱我 上帝要通过眼前的处境 召唤我 给我机会悔改 为的是让我归向上帝 灵魂得救赎我 所以千万不要抱怨 不要抱怨 无论是什么样的处境 无论是什么样的 都是我的镜子 是我的模样是我的处境 上帝的话语就是爱 上帝的话语责备我 是爱我 为的是拯救我的生命 如果我察觉不到我错在哪里 如果我察觉不到我的罪在哪里的时候 通过我周围的环境 我看着最不喜欢的 我看着最不顺眼的 就认识到其实我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却意识不到 我自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静静地承认自己是罪人 我们向上帝承认我是罪人 直到我内心服侍主了 我内心服侍主的表现 就是有感恩感谢 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 有感恩感谢的时候 一切都能解决了 感恩感谢的时候 获得健康 领受健康 我的家人现在身患重病了吗 有时候我们去医院查病 怎么突然有了癌症了 我一直参与邪恶 别人在背地里议论 抱怨发怨言的时候 我一起 我一起吆喝 我一起参与到这个犯罪的行列的时候 导致自己也身患癌症了 所以向上帝承认我犯罪了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 直到有发自内心的感恩感谢为止 这时候 上帝抑制我一切的疾病 上帝的旨意就是感恩感谢 铁塞尔伦人家前书五章十八节 无论什么情况都要感恩感谢 上帝的旨意是 使我的灵魂得救赎 为的是让我获得健康 让我平安的生活 让我喜乐的生活 这正是主耶稣基督保写的 爱呀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写 向上帝认识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使我的内心有感恩感谢 上帝的话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答案 上帝的话语是爱我的 是为了我好 领受这好的祝福 为的是荣耀上帝 做爱国者 赞美上帝 我们重新开始吧 刚才我又犯错了 我现在承认我的错 向上帝承认告白我的罪过 真切地支援大家领受这祝福 如果我察觉到 这部分我又没有感谢 这部分我又没有感恩感谢 那每天每天 记录下来 那一年下来 五年下来 那至少就能记录五千句以上 我的内心疯疯疯疯 存入圣经话语 五千句以上的话 就能传福音了 这才是上帝喜悦的牧者 那么大家一直去了什么样的教会 大家一直听了什么样的讲道呢 大家都醒悟 请查一下自己吧 这一定是能行的 如果我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呢 就赶紧意识到 哎呀感谢吧 什么都要感谢 无论什么情况 无论什么处境 感谢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爱我 只要感恩感谢了 儿女立刻就有变化 做孝子尽孝心了 上帝是爱我的 上帝最爱我 上帝是帮我的 我们跟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吧 感谢吧 感恩感谢吧 我们感谢的生活 我们活着就要感恩感谢 感谢上帝 我们活着就要感恩感谢 有些信徒说了 哎呦牧师 我发现我爸妈不感谢呢 那这就是我的问题 我感恩感谢 为爸爸妈妈祷告吗 不许多普通我 陈牧师 很早 很早就失去了我的母亲 这真的是特别感谢 我小时候发现 我谁都靠不住 所以就 学习打架 练拳头 那这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当然了 我曾经的不好的罪 我都要认罪悔改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去天国 灵魂得救赎啊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看着我父母很不顺眼 很讨厌 很烦嘛 是的 父母的罪恶 影响到了儿女 父母的罪恶也 加重在了儿女身上 那么 尽管是这样的现实 我们也要感恩感谢 我们内心仅仅抓靠的是上帝的话语 我内心 承认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我内心仰望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爱 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我 我轻视我的父母了 我多么的不孝 我多么的不孝 我是多么的坏的孩子呀 求上帝饶恕我的罪 是我没有尽孝心 是我没有恭敬父母 是我没有尊敬我的父母 反而藐视 轻视了我的父母 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 求主饶恕我的罪 我们真切地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在这时间上帝是帮我的 上帝是最爱我的 我们有时候 因体贴肉体 为了多睡一会儿 就不来到主面前祷告 我们以真心的爱 真心相劝 真心劝美 为身边的灵魂祷告 为身边软弱的灵魂祷告 为身边 信心软弱的人祷告 替身边的人祷告 替身边的人认罪悔改 我们尊心上帝的话语 爱上帝 爱人如己 尊敬父母 恭敬父母 我们一起呼喊主啊 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一切都是感恩感谢的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 上帝的美意 上帝的旨意 为的是我的灵魂得救赎 给了我机会悔改 通过眼前的困难 给了我机会悔改啊 我们无论什么情况 都要感恩感谢 我们一起呼喊主啊 向上帝认罪悔改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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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上你 都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是我犯罪了 是我没有感恩感谢 我没有感恩的心 我没有知足的心 是因为我没有认识 上帝的奥秘是基督 没有感恩感谢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使我的心醒悟过来 求我父上帝帮助我 使我认罪悔改 祝你不你 是会プロ远dad 我便听不过� 爸爸 下 每个人 都要目瞪 你不必 你不使 你不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